新闻政府秉持三权分立 强调司法改革 首相敦马阿迪今天承拓 往后国会将有权利临选法官 法官临选工作将更加透明 敦马指出政府将以法行事 国会议员和国会临选委员会 有权利决定法官候选人 之后再将人选名单 成交给国家元首定夺 敦马也强调 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政府将修改或废除 乖离公众原则的法令 西蒙政府秉持公正的司法制度 往后委任法官不再是国家元首 和司法委员会的特权 所有国会议员将有权利 临选适合的人选 首相敦马哈迪今天在 布城首相署广场大谈法治精神 他透露国会将成立委员会 临选法官人选的工作 国会议员将参与其中 国会议员法官人选择 巴哈迪强调往后法官可以公正地执行职务 而不是有所顾虑 法官也不能受任何因素所影响 不能参与政治或偏向任何人 此外 敦马也重申司法独立的重要性 他强调法律必须建立在公正原则的基础上 不过敦马坦言 尽管部分法令被视为打压人民 但法律的精神是公平对待所有人 政府也会重新检视当中的一些法案 废除和修改不必要的法令 climina 词著法案人选择 杜马说法律在保护人民和治理国家方面 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作为政府也不代表可以为所欲为 各项改革都必须建立在遵守法律的基础上 NTBC综合博道